自己創新的料理 然後運用我們的美國品牌流肉 那我們就烘刃師範開始 那要用茶點的茶點在後方 那洗手間的話你們走出去 往右手邊的斜坡走 然後就可以看到我們洗手間 來 帽我烘了 關一人 那個 因為大家坐的時間也很久 可以 如果需要活動 起來活動一下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這是很free的一個說明會 OK 那我們就把現場交給你囉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為大家來示範 就是請到今天呢 請到了四位的廚師呢 來為我們示範非常多道 用我們的美國牛肉 所製成的一些作品 那首先呢 現在可以看到呢 非常帥氣 認證男人最帥氣的莊師傅 莊戰敖師傅 他目前呢 是我們的高雄 立尊立錦大酒店 西餐總主廚 即將呢 要為我們帶來的就是 美國安格斯樂眼沙朗 搭配鮮梳佐櫻桃醋 有沒有覺得 我特別看了一下 念因為菜名有點長 因為呢 它的料非常豐富 有看到就在前方 所以現在馬上呢 就要把時間 交給我們的莊師傅 嘿 各位那個 前輩跟一些同業大家好 包括美國肉協的大教掌 大家好 今天我們所示範的是 1855的沙氧牛排 那1855的沙氧牛排 它是選用 安格斯總級的牛肉 它本身它的肉顏色 十分的漂亮 我們用它進口的香料 與大蒜 我們先給它醃漬過了 差不多一個小時 現在我們現在是 等鍋子熱了以後 我們就下去 大火下去給它煎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 測試一下 這個溫度夠了 我們就要下鍋了對不對 對 好 那剛剛呢 莊師傅有特別說到 其實這塊牛肉 有特別醃了一個小時 對不對 因為想要讓它的 這個香料的味道 更加的滲透到 滲透到它的肉質裡面去 那我們現在呢 在等到熱鍋的同時 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莊師傅剛剛有提到 這次選到的肉是 1855的Prime 美國樂眼對不對 對 它是 美國特有的 黑牛 沙朗 它是選用 安格斯種籍的 是 它是 在飼養的過程中 包括它的運送 它都十分的要求 它有經過美國 USDA 它九項的認證 是 所以品質非常的高 所以才會特地 特地選用這一塊 來作為今天料理的主軸 對 是 油溫還OK嗎 油溫還要再高一點 還要再高一點 對 好 那我們稍等一下 那在今天有看到一個還蠻特別的食材 就是除了我們剛剛有醃了一個小時的這個牛排之外 還有看到櫻桃醋 櫻桃醋跟我們的牛排 莊師傅你為什麼會把這兩個來做一個搭配呢 因為它牛排它本身 它比較鮮甜 是 怕吃多的會膩 因為它油花多嘛 是 油脂多 所以我們選用那個櫻桃酒醋跟紅酒下去 下去那個提煉 是 再包括一些香辛料 讓它濃縮 等它濃縮好了以後 我們再加一些 那個櫻桃下去 去讓它綜合 所以變成說吃起來的味道會比較甘甜這樣 是 現在差不多 鍋子差不多熱了 所以我們就開始下牛肉下去煎了 哇 有聽到聲音 有啦 聽起來就是字字作詳 這就是我們要吃牛排 一定要有的一個那個感覺對不對 那因為剛剛師傅有醃的時候是用橄欖油嗎 對 我加一些橄欖油跟香辛料 是 所以我們下鍋就不用再加油了對不對 對 那本身的油脂本身肉也是很重 是 我現在已經可以聞到香味了 果然為什麼要醃一個小時 真的有它的道理 它上面那個香料的味道 完全在煎的同時 就已經散發跟著它的香氣 非常的香 現場的朋友想進來嗎 應該很想進來 想要跟著我們一起呢 聞到這個味道 而且嚐到這個味道 所以一定要等到它油溫高 不能太擠對不對 對 煎起來有時候沒有上色 變成牛肉它的香氣跑不出來 是 那師傅這樣的一個厚度 大概是幾公分 這邊 我是取12盎司 12盎司 OK 看起來就非常非常的好吃 想到它等一下還要加很多料 就覺得真的非常非常的豐富 口感非常多的一個層次 那我們在烹調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 特別注意就是 不要給它煎到焦黑 包括等一下煎到上色以後 你要稍許 溫度要降低一點 讓它熱度稍許 集中到肉的中心溫度這邊 不然外面會過勞 不然外面會過勞 就說表面 表面熱熱的裡面冰冰的 所以這幾個小撇步就要特別焦起來了 因為一般如果說是在家裡要自己來製作的話 其實還滿容易可能一個溫度用到底 所以它溫度是要有變化 才不會浪費這麼好的一個牛肉的品質 那今天師傅除了有選用我們剛剛說到的這個櫻桃醋醬 我還有看到是芒果對不對 對 這個選用我們那個當地的這邊的艾文芒果 是 仿山那邊的 是 它是下去讓它打底 變成說水鬼搭配以後 吃起來比較不會那麼油膩 是 有種解膩的效果 對 非常漂亮 好的牛肉也就是海鹽醃一醃 是 配海鹽就很香了 是 而且雖然說是醃漬 但我們不是用那種很重口味的東西去醃它 而是要讓它有自然的一個香料的味道 哇 現在翻面了 繼續的 這很過癮耶 光用看了還有聽到聲音就覺得肚子太餓了 所以我們另一面已經上色了 現在要來煎的是第二面 對 第二面上色以後 待會我們再關小火 然後慢慢把那個溫度吃進去 是 差不多吃到五分熟的時候我們就 再把它轉地溫 對 OK 想問一下師傅啊 這道菜是平常在你們的飯店裡面 客人就可以吃得到嗎 還是特定為了 是 客人如果有訂製上 我們才有做 因為本身我們是 本身餐廳是做豬豬餐 是 我們在那個晚餐那邊也有煎 可是它是都單獨的搭配海鹽 讓客人取用這樣 是 所以如果要吃到呢 現在我們莊師傅特別為大家設計的這道菜的話 我們就要特別預訂才吃得到這一道風味 對 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到呢 選用的一個配料 它其實算是現在季節性的水果 來跟它做搭配 那目前師傅要再幫我們繼續準備的是 已經準備要擺盤了嗎 還是 還沒 我是把它移動一下 是 對 因為等一下牛肉好了還要先靜置一下 是 讓它血水 跟著它的那個組織 先拖散 這就是平常我們知道這個撇步啊 一定要讓它靜置一下 對 靜置這個五分鐘 五分鐘 現在再繼續再幫我們來翻一次麵 這時候翻面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溫度就要放小一點 讓它慢慢 是 慢慢已經要開始讓它熟度往裡面來滲透了 看起來就非常的鮮嫩多汁啊 對 那我們這一款的這個美國安格斯樂眼 它有什麼樣的一個特色 比如說吃起來的感覺 它吃起來它的肉質會比較鮮甜 包括它還有紙袋的比較多 是 把它上剪這個就是俗稱的蓋子肉 這一層 這一層有的也是修起來 是 那下去那個單獨做 差不多一塊牛肉做一公斤多的 的蓋子肉 是 但是我們今天是全部把它一起 對 我們是全部處理 是 因為其實呢 我們可以發現現在台灣的民眾 他對於要有一點油花是還蠻講求 太瘦 他反而不見得喜歡吃 所以樂眼其實在台灣非常受到歡迎的 對 樂眼在台灣是蠻受大眾歡迎的 因為它本身帶有油脂 如果吃起來又不會太澀 吃起來順口 對 那再加上莊師傅特別調製的這個水果 我們來稍微解一下它的這個油的一個感覺 對 接下來要再翻一次面嗎 對 我們再翻一次 好 又更加的上色 我們讓它把中心溫度的慢慢吃進去那個肉的中間 是 那我們知道其實莊師傅呢 你的經歷 比如說你的工作經驗或者你 參加很多比賽都是跟客家料理蠻有關係的對不對 就是利用台灣的當地食材的時候去做一些東西 是 那我們牛肉可不可以也運用在客家料理裡面 農肉也可以啊 也是可以 也可以做出這種特色的菜 對 那現在牛排煎好了 我們先放在手張板那邊讓它靜置一下 是 那接下來這個小鍋我們想要做什麼 我們就稍微說一下那個我們的櫻桃九醋醬汁 要加熱然後讓它濃縮 那現在加入的醬是 那個櫻桃九醋 櫻桃九醋 長得有點像蘑菇醬的一個顏色 那我們大概要濃縮到變成幾分之幾 它差不多 因為我之前已經時間關心 我們已經有限量濃縮了一些的 差不多你幾乎加熱 大概說一個一兩分鐘就可以了 是是是 那所以現在我們就先趁著 我們在加熱這樣子的步驟 大概小夥在加熱的時候 我們慢慢 處理一下牛排這樣 好 好 那接下來這個是什麼醬呢 這個是我們特調的紅蘿蔔泥 哦 紅蘿蔔泥 對 它不只可以做一個裝飾 其實呢 它也同時可以沾著我們牛排 一起來做使用 在我們的盤子上面稍微畫了 一個一個小裝飾 接下來這個是什麼泥 這個是我們特調過的地瓜泥 地瓜泥 它跟奶油跟一些海鹽消去調 是 跟我們的鮮奶油 它經過過篩以後 是 它其實還比較綿密 所以不是我們一般常見的這個馬鈴薯泥 是用地瓜泥 不是 這是台灣的地瓜泥 黃地瓜 是 那加入一點奶油讓它又更順口了 我們把它放入到擠花袋 好漂亮喔 而且非常夏天的感覺 所以跟我們師傅的菜色 可以說是蠻一致的 因為我們有搭配很多石書 還有我們當令 現在看到這個是腳白色對不對 對 很漂亮 而且把它站立在我們的擺飾上面 而且待會也可以跟我們的牛排一起來做食用 接下來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烤過的番茄花 烤過的番茄花 這一整盤是非常非常有夏天的風味 而且口味呢 非常豐富之外 看到的視覺效果 也非常的棒 這是我們的綠捲虛生菜 綠捲虛生菜 正好呢 我們可以趁著在擺盤的同時 讓牛排繼續的來稍微等一下 對 讓它靜置一下 所以這是必要的對不對 要吃到好吃的牛排 我們就是要再等一下 對 那個牛排跟肉類的幾乎都一樣 是 這邊有我們的三種鹽 它有一種是夏威爾紅眼跟那個 一個那個夏威爾黑眼 還有一個克莎米爾的鹽眼 三種放在一起 對 那現在也可以看到呢 我們的櫻桃醋 這邊有剛才我們切好的那種 是 切好的芒果丁 所以其實要吃到好吃的牛排的組合 在台灣真的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很豐富的配菜 還有好吃的牛排一起來做搭配 對 接下來這個是 玉米筍 玉米筍 是烤過的對不對 對 它烤過上面包括在給它炙燒 是 這一層非常非常的講究 那待會我們的成品也會在待會的時候展示給現場的朋友們一起來欣賞 像現在我們牛排已經讓它靜置了以後 是 靜置之後現在我們要來切片 哇 很鮮嫩的顏色 就是要讓它靜置而且呈現我們現在大概是幾分熟的狀態 它差不多大約五分熟 大約是五分熟 大家最愛吃的一個熟度了 哇 還非常非常的粉嫩 而且香氣一樣真的還是好香喔 接著呢我們的這個櫻桃醋呢 也已經差不多濃縮到一個範圍了 我們現在就可以進行 要等我們的醬來再更濃縮一點 我們就可以來擺盤了 這邊再下一少許的那個奶油 好 讓它再縮一下 好的 醬汁會更滑嫩 哇 再加一點奶油 嗯 來 謝謝 它有感覺比剛剛又更濃稠了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就可以擺盤了 好就可以擺盤了 就把剛剛我們已經靜置好的牛排 現在就要擺到非常漂亮的盤子上面 同時還可以再等待一下我們醬汁的濃縮 直接把它擺在我們的芒果丁上面 所以可以搭配一起來做食用 分量非常的夠 好 好 那由我們的莊師傅為我們呈現的美國安格斯樂眼沙朗 搭配鮮蔬座櫻桃醋 即將就要完成了 我們就等到最後的櫻桃醋醬的一個濃縮 好 最後我們就可以整盤了 好 現在呢我們已經醬汁已經濃縮到一個差不多的一個濃縮 對 它已經縮到差不多一個層 好 現在就要把它熱騰騰的淋在我們的牛排上面 哇 有一種火山爆發的感覺 而且呢還熱騰騰的 再加一點點擺盤把它頂 把它呢 隨性的撒在我們的盤子上面 果然是要預約的一道菜 因為真的做工呢相當的繁複 而且莊師傅非常非常的用心喔 那在裡面可以吃到非常多的風味 除了呢我們的1855 Prime 這時候我們今天九字櫻桃做盤絲 九字櫻桃 那跟剛剛的這個醬汁呢 又可以來做一個呼應 加一些新鮮的藍莓 新鮮的藍莓 又是一個酸酸甜甜的口感 對 最後我們在 點上一些 這是什麼花 這是可以食用的食用花 可以吃的 我們把一些調味的美白菇鋪在上面